今天我們就帶兒子去看醫科醫生 因為昨天我們出院後 醫生就說要帶兒子去檢查一下 因為懷疑他有初步的門膽 唉 都沒想過是這樣 好啦 那我們出發啦 寶寶 起床啦 起床啦 喂 醒悶悶啦 醒悶悶啦 喂 喂 你又要休息嗎 喂 起床啦 Hello 大家好 今天已經來到4月11日 應該是 對 美國時間 因為上個星期是星期二下午才出院 寶寶在這裡 對啦 今天終於有一點精神 跟大家拍一片 上次拍到中途都不跟大家交代 最後怎樣 醫生就說 嬰兒的情況上次不太惡劣 看到嬰兒有大概4度的 那些叫什麼 即是他層級4 就說有那些 叫做 唉唷 唉唷 忘了 太久忘了 對啦 之後就 對啦 算嚴重 不用照燈 不用入醫院 但是他就叫我 定做一定要餵人奶 因為他說人奶 是可以幫小朋友 即是幫嬰兒去裡面的毒素 那我就問他 我可不可以混那些配方奶 因為開頭我不太知道人奶 然後之後他就說 最好就不好啦 他說每次可以餵15毫升 15毫升 大概半盎司左右 那他說呢 那些情況呢 他會慢慢會升到上 他的頭部 眼白 眼白呢 可能變黃 臉會變黃 但是他說多點屎 多點尿 他就會幫他排清裡面的毒素 那我見其實情況 今個禮拜 即是剛剛這個禮拜 星期日 他都是 好了很多 那臉脹了 有傷下巴 之前就沒有的 就是剛剛好的臉 那因為我真的很勤力 這樣餵他吃人奶 而我也都很成功 不知為何 擠了很多人出來 有機會再和大家分享 那所以 但是 但有個問題就出現了 就是他不斷斷 我試鋪泡泡 那些泡泡泡 還要是爛的 那爛也不要緊 還要是他泡的次數呢 起碼每天是十次或以上 加上凌晨的話呢 可能都有十幾次 所以我覺得有些不太正常 所以我們決定今天去問一下醫生 看看BB這個情況 會不會是脹氣的問題 還是我吃的東西 可能會影響到他 因為但其實我這排很清淡 我基本上是 沒什麼胃口吃的 對 但是 都看一下 看看醫生怎麼說 那我們去那個 看醫生的距離 其實都挺近的 所以 我們大概五至十分鐘就到了 BB睡得好像一隻豬一樣 對 看看最新有什麼詳情 就跟大家交代一下吧 好了 我們終於看完這個疑科醫生了 疑科醫生都說他的體重 比較偏輕 所以 接下來星期五 要再看多一次疑科醫生 你看看我的豬 你看看 又睡著了 醫生就建議我們 多點叫醒他 因為他有黃膽 而且他就說他臉 有黃得 很厲害 他說要等幾個禮拜後才會好 那也是那句 叫我們盡量多點人奶 還有兩邊都要共餵三十分鐘 即是說每邊要餵十五分鐘 確保他在清醒的情況之下 才可以餵他喝人奶 這樣 接著呢 今次醫生要求 就再喝多點 要喝兩盎司 因為之前醫生就建議我們 就是喝半盎司至一盎司 這樣 希望他可以增加多少少體重 這樣 還有都開了維他命D給他 那我們 看看待會不會去藥房再拿 這樣 所以就是這樣 那我們 留待星期五再跟大家分享 好 好 我們今天就看多一次醫生了 那今天呢 那今天呢 嬰兒有好的成績 那就是 今天終於腸一磅了 之前呢 就六磅了 那醫生就說 咦 出了院之後 回來再檢查 為什麼 都會這麼輕 都是沒什麼重 那就 可能我餵人奶那裡出現了問題 那接著 他給了建議我 就說每天兩個小時 要餵嬰兒一次 經過這個禮拜的折磨之後 我們終於有個進展 就是嬰兒終於重了1磅 就是7磅 不是 3.2kg 大概7磅多 那兩個禮拜後 又要回去檢查 那醫生就說 期望是重1磅的 那應該是每個月重1至2磅 那至於她的黃膽指數 應該就開始降落 我看到她的皮膚也好很多 開始沒那麼黃 還有我嬰兒也不是屬於很嚴重的那種 所以就不需要照燈 只是純粹是喝我的人奶就成功了 那這段期間 我就 也有 輕輕輕的方法 但是就不多 因為我都想逼自己 和逼兒子去吃多些人奶 因為人奶始終有健康一點 和抵抗力好一點 那她可以拿我的抵抗力去 好了 那今個禮拜她吃了很多療 比上個禮拜 因為上個禮拜 因為上個禮拜只剩餘 就是剩餘的次數很少 今個禮拜是超級剩餘 然後又超級剩餘 所以 情況是稍微有好轉 而且她現在都精神了很多 因為她可能沖淡了黃膽指數 所以她人比較精神 那我就終於可以有好睡 那醫生就說 你不需要刻意去叫醒她 如果BB 如果保持著這個進度的話 其實她是可以自己醒的 那她一肚餓就自己醒 她就會叫你 她會哭 那樣 那也是一個自然反應 那之前她是直接分碎到一個地步 就是你怎樣叫她都不起來 但現在就是她自己會懂得哭著起來 那是一件很大的進步 我和爸爸都是很開心的 那我們就繼續努力 那我今天呢 你都看到我的頭髮終於可以洗頭 因為過了十二招了 唉 忍了很久 那好吧 那都想跟大家分享 即使可能你有黃膽指數 都可以保持著喝人奶 但是就辛苦媽媽一天都要隔兩個小時 包括晚上都要隔兩個小時 然後就一直叫醒BB 那其實都辛苦自己 我都要幫奶 又要埋身胃 然後不夠的時候 又要侵那些方法 那最後都成功了 那我都感恩 不是說算是很嚴重 因為如果我知道 如果嚴重的是要照燈的 那感恩就是今次不是這樣 那但開頭聽下去 其實我也有點緊張 不過過了這兩個星期的戰鬥 大家看到我在Facebook Instagram都好像沒什麼消息 原因是因為我和BB在鬥 所以精神上很累 我都沒有能力去服大家 那今集就分享到這裡了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